好說那天 他該說的話好好說 援引香港職神林希的作品 曾經對韓國瑜沒話好說 局長潘恆旭依然希望雙邊有無果 再出起招話題為有 邀請林希擔綱高雄市四月份 觀光大使共同推廣高雄 因為香港客人是 來我們高雄的前五名班機 所以三月四月我們鎖定香港 剛好鄧子齊四月會在高雄開演唱會 那林希因為在去年選舉的過程裡頭 他其實有批評我們高雄 所以我們會對他進行邀請 但是他會不會接受不知道 但是我們是有鎖定林希跟鄧子齊 有時候有時候 我會相信一切有盡頭 托斯炮轟 韓國瑜讓陳其邁 都將林希當作友軍 竊唱紅豆一曲 龐根旭依然對林希張開雙臂 瞄準香港客群 同時加碼也立邀鄧子齊 擔崗大使鎖定年輕族群 而這份艱難任務將交由 他來執行 他前幾天評論韓總說他是做紫小的 你為何還選他的歌 他的作品很優秀 就是紅豆很好聽啊 那林希如果對高雄 過去不是太瞭解 我跟韓濱可以親自帶著他到高雄旅遊 巧合的是 林希曾硬邀演說造訪高雄地點正是韓國瑜的就職起點 伯俄特區 而過往林希替推廣都市作詞也有先例 林希如果他願意來高雄 然後看了以後感動又喜歡的話 他很會寫文章 他很會寫歌詞 也許他就可以寫一首愛河 或寫一首高雄高雄 能否拋下陳建創作一曲韓國瑜團隊鼎立邀請 率先用行動展現高雄韓國瑜歡迎林希的誠意 這次陳建安張宇軒高雄報導